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对 《祖孙搭档》出场 要不要服您啊 婆婆 奶奶好 好 欢迎来到《月战月勇》 对 好 谢谢 真棒 二位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王正轩 今天十二岁 旁边的是 是我奶奶 我叫李淑珍 我今天八十五 奶奶 今天是我的孙女 我是她的奶奶 奶奶之前喜欢看《月战月勇》吗 看看没瞅 因为她上台也没瞅着过 这是第一次 《月战月勇》看过 但是自己孙女上《月战月勇》 是第一次看 那您说对了 今天这个小孙女 也是有备而来 给大家带来哪一段 我想给大家 和我的奶奶带来一段 京剧梨花 是 iste 这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们 Давай 我觉得小朋友还真的是 这个是适合舞台 没有 听过讲了 学系学多长时间了 两三年 两三年 其实时间不长 但是咱是看那个天赋吧 我感觉是试学系的料 对 前一年都是我自己学的 因为我开始了 之前怎么学 自己怎么学 就是自己从我 他都自己学 他都自己学 能跟着来 他就试学 是 我就是有的时候 从我晚上搜一搜 然后我小时候 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京剧 然后之前看过一次 然后觉得这京剧 扮着个像特别好看 然后也挺有趣的 然后有一次 然后到奶奶家那个电视上 然后看那个戏戏演员 然后演唱这个戏戏段子 我就越怕越有趣了 然后我就想找几个老师学一学 那除了京剧 还有什么爱好没有 还有很多 比如说武术 然后还有唱歌跳舞 还有快板评书 老宋主持 那假如是这样 今天除了说唱戏 咱们唱歌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 来个亮相 也可以 我敢跟球宝比一比 你敢跟球宝比 球宝是一个 我们越战越勇曲库 所以我敢跟他比试一下 所以你能比得了曲库吗 你有什么外号吗 家人从就是经常称我为 那个小曲库 你也是小曲库 对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 就把我当成一个点歌机 比如说家人想听一听乃曲歌 然后就让我唱 那可以 那球宝还在吗 那就看看我们两个小曲库 到底谁更酷 好 那这样 咱们要不然现场 咱们就来个类似于非花令 好不好 我定一个主题 行 然后咱们都只能唱这个主题的歌 可以 就唱我身上这个红 什么样 那我就先唱一曲《应山红》吧 歌词里边得带红 来 若要盼得又 红尽来 临上海便要 应山红 好 两红 就PK人家对自己要求都挺严格的 不用唱那么高 唱的还真不错 该我了 你唱什么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快便开开 我要进来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现在都不说有没有红这个字 你唱的能不能不那么低幼 起码我唱的也是老歌 再说这个歌里边张磊都听出来了 小兔子乖乖哪有红啊 兔子的眼睛是红啊 气死我了 你能不能负责任的代表我们越战越有小曲库 你认真来一个 好的 你赢了 我失败了 你行不行 杨帆 你捧我的这段 跟我现在的处境一样 有点下不来台 哎呀 宝贝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 你赢了 我赢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个这个小细节 咱们同样是就是唱歌嘛 我发现你选的很多都是老歌 是 就是这个原因呢 来源于我奶奶 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奶奶一起生活 然后 所以你刚才唱的这些歌都是奶奶 在你小时候经常听的歌 对 就是我奶奶比较喜欢听啊 比如说京剧啊 还有平剧啊 黄梅戏啊这种歌曲 所以无论是唱歌还是唱戏 这个家庭环境的熏陶是很重要的 是 那我往台下看 其实这是孩子妈妈对吧 是我妈妈 你妈妈是专业的演员吗 我不是专业 我是欣赏她唱戏的 特别像啊 对 我也以为 说呀 大姐 你不是专业的是吧 我不是专业 你看刚才孩子唱那个梨花颂的时候 因为您穿着衣服做下来 像专业评委 特别像 没感觉 那现在你可以评价了 非常好 您做什么工作呢 全职妈妈 那你好幸福 我还有一个亲哥哥 所以妈妈现在全职在家里面 照顾你们两个 不是两个 我是三个 还有一个 我有一个小孙子 还有一个小孙女 小孙子三岁 小孙女是一周 是哥哥和他相差很大 他哥哥和他相差十九岁 是 所以您是既照看女儿还得带孙子 对 都归我带 那妈妈你看在家里边她这个角色有时候会不会乱 因为她既是奶奶又是妈妈 她有时候这个教育起来 会不会有时候有点分裂呢 就是从我季生开始起我感觉就是我妈妈到现在 没把我当女孩养 当女孩 这还都打扮成这样了还不女孩吗 就是怎么说呢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妈妈经常会带我上山采蘑菇 那不是采蘑菇的小姑娘吗 我上山采蘑菇 就是有一次就是从那个绊着一个树叉的 然后从山上就滚下去了 当时说挺害怕的 我也不敢动嘛 就是快黑天了 然后我妈下来的时候看到我 就是说你自己起来 然后也不服我 然后她就下去了 然后我就在那愣着 然后我突然发现 然后我妈走了 然后我自己起来了 然后我就跟着我妈就赶紧跑出去追我妈 就是你从山上这个掉下来之后 妈妈没有就是特别浇灌 特别担心的那种表现 这是很出乎你的意料的 是 就特别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还有第二件事 别着急啊 看来投诉很多 妈妈话筒可以先放下 对 就是 还有我当时玩那个砸石头的游戏 但是不知道危险 什么游戏砸石头 对 就是扔石头 结果一不小心让人 就把那个石头放过砸额头上 手指肚这么大一个伤口 对 直接砸到头上 对 然后我当时记得就是 邻居通知我妈 让我妈把我抱回去 就简单给我清理清理伤口 然后贴着一个创口贴 然后第二天 就让我跟着那个幼儿园小朋友 去跳大伤 奶奶还在笑呢 对 然后那个老师就挺吃惊的 然后当时 别着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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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之前不说 是女儿都给您攒着呢 对 一次性地投诉 然后第三件事 就是在学校 也是跟 就捡篮球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额头也是磕了 老师也挺着急的 跟我妈打电话 让我去医院 然后我妈当时也没管 然后也没去 也没来学校 就让那个老师 简单地包扎一下 贴着窗口贴也就完事了 妈妈发现 创口贴是万能的 对 所以你指的这个男孩就是 你觉得一个女孩子 假如说是受伤了 妈妈应该表现出 特殊的这种关心 也是吧 那你有跟妈妈说过吗 妈妈你看你也不关心我 跟我妈说过 但是我妈就说 这就是怎么说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要是这么娇生惯养你 你觉得你长大之后 能有出息吗 就这么骂了我一顿 然后就出去了 你说什么奶奶都在旁边笑 奶奶有什么意见 我没啥意见 我就是反正是她妈老是拿 当男孩养 没有娇生惯养的 那意思 反正这孩子是不容易 学一专心都自己拿去 但是奶奶脾气好好 我想想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其他的家庭 这奶奶和儿媳 可能经常会因为这个孩子 有毛顿 这个教育或者是照顾方面 发生很激烈的矛盾呢 但奶奶就一笑了之 奶奶那个性格特别好 然后呢 那您解释解释 您为什么那么做吧 她在这投诉我了 我解释一下 我就说我要带她去医院 还得缝个几针 然后呢闹不好还得留个疤 然后呢我贴个窗楼贴 就让她自然恢复 就是一般都有自愈能力 然后就这么想了 我没事平常是在家是经常锻炼她 给她那个出出难题 也没事给她找点事 像她那个什么 搭积木的时候 搭得特别高兴 搭挺高了 然后我就偷偷地过去 然后那圈搭不注意的时候 给她碰倒了 让她重新拔死 就是 好几次都是这样了 我搭就搭 就是跟我人差不多一样高了 挺开心的 让我妈过来 然后就给我碰倒了 这不就是 按我们东北话来讲 就是手切 哪有这样的妈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我就是想 就是让她受点挫折以后呢 就对那个 就是出去再遇到事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慌 让她心大一点 对 心大一点 那人家采蘑菇 从山上掉下来 天都黑了 你也不找女儿吗 其实她受伤的时候 我都特别心疼 然后在旁边那个默默地 就是心里挺着急的 但是呢 这样锻炼她那个同伴什么的 相处的时候 就是都特别沉稳 我觉得特别沉稳 都是小大人似的 她的心智就是让我给 我觉得让我给锻炼出来了 妈妈厉害 我啥也不说不理你 这叫默默地爱 宝贝你不会有那个不平衡吗 不会 别说不会 不可能不会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理解了 原来妈妈不是故意的 就是有一次 有人听到我爸妈对话 非常为我着急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四年级的状态不是很好 就是我可能是跟哪些孩子们 就是还是有些 就是同流和雾 然后 同流和雾 对 然后当时我学习成绩 也可能有点拉 然后我爸妈就非常为我担心 然后就开始也是就更加磨练地锻炼我 然后我学习成绩就提高上去 然后各方面也提高上去了 然后我就懂得 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来对待这个社会面来 来迎接这个社会 好懂事啊 12岁 我算是吗 再有五年 我也能熬猪头来了 这女孩真是懂事早 她懂事她 画画啥都会 啥都搁搁 都大点 啥没上小你就画是不 画小银子这那画挺好的 画画好 唱歌好 唱戏也好 对 你看奶奶都如数家珍呢 奶奶是不是经常当着别人面 就是来夸 是 就是说一件事 我觉得我奶奶就是有点过于夸张了 比如说我唱歌唱戏 然后得了奖 然后让我奶奶开心一些 跟奶奶抱喜信 后来我奶奶前一秒知道这件事 后一秒 恨不得把全村人都给召集过来 然后都说一说这件事 我孙女怎么怎么低了 就这样 那这回回去有的说了 我回去我就跟她说 我孙女拿来 你怎么说杨帆 乡亲们都认识杨帆吧 没关系 奶奶回去了 乡亲们就都认识我了 对 你也得帮我宣传宣传 好不好 好好好 所以你看这个家庭之间 成员的配合太重要了 刚才我们小朋友讲了 就是小的时候 妈妈这都不叫虎妈式培养了 就得过于严苛了 但是在奶奶那会加倍地得到补偿 所以孩子在这个家庭的大环境当中 她爱没有失衡 对 没有失去爱 依然会享受到关注 然后会享受到 比如说妈妈另类的这样的 另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 对 她是相互有配合的 那接下来就准备和奶奶一起携手 来挑战我们的舞台 好 当然接下来给你留一点点时间 换一个造型回来 好吗 行 我们等你 好 小朋友换装完毕 我们再次请回现场 来 有请 好亲切 换了这个造型 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那接下来就是要和奶奶一起配合了 好 争取打通关 好不好 嗯 加油 好 好 加油 好 进入你们的第一关 各个击破 开始挑战 有请求保 郑轩 你这么爱好京剧 对智取《威虎山》一定不陌生 我先考考你 知道其中的大反派人物 《威虎山》的肥手 外号是什么吗 呃 《作山雕》 没错 那么请听题 请问 《作山雕》 幼稚以下哪种动物 哇 很简单 五个答案分别是 红笋 猫头鹰 金雕 突鹫 和白头鹰 金雕吧 选好了吗 奶奶您觉得哪个对 选好了 可能奶奶就看见这上面带雕字了 《作山雕》有没有可能是金雕 好 请转身 奶奶我冒昧地问一下 您是选出来的还是蒙的呀 蒙的 就这么实在 萱萱呢 《作山雕》我听说过 虽然我没唱过 但是《作山雕》听说是一个 很凶狠手辣的一个敌人吧 我觉得应该对应的眼神应该是比较 金雕挺凶的是吗 锋利 然后特别凶狠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金雕 好 金雕是正确答案吗 来 接下来我们看结果 请抬头准备 三 二 一 加油 二 没结束 原来是偷旧啊 来 球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离旧又名做山雕 鹰爪锋利无比 生性凶猛 以食腐肉为生 所以离旧是做山雕 没有选对答案 没有接到球啊 所以不能够得分 很遗憾 我们来听下一题 请看图片 请问 这张语文课本插图中的人物是哪位音乐家 语文课本 这很简单 12345分别对应的是贝多芬 柴可夫斯基 肖邦 巴赫 和 舒尔茨 奶奶 这里面您听说过哪个 奶奶 没听过 您知道就选 不知道蒙一个 贝多芬 来 请转身 也是贝多芬 请准备 3 2 接住啊 1 加油 好 好 小孙女接到了正确的答案球 所以我们加上1分 贝多芬 今天你们也多了1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题 请看图片 葫芦娃最有可能是哪里人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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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这个图片 奶奶认为是河南 牌子选的是云南 云南是正确答案吗 还是河南 好遗憾 好遗憾没有接到球 所以不能加分 现在目前你们的得分是1分 还有两道题 理论上 我们还是有可能 进入下一轮的 奶奶年纪大了 但是我们依然想鼓励奶奶 能接就接 接不到 也没关系 我们活动活动 筋骨 有请秋宝继续出题 请听题 墨孝农家辣酒魂 丰年流客足鸡屯 山崇水富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请问 丰年流客足鸡屯 当中的屯指的是什么 五个选项分别对应的是 屯鼠 海豚 小猪 屯田 魂屯 其实这道题 现在在很多地区的方言当中 依然保留着它的本意 它的那个屯 应该不是后面两个 请转身 二位都没动 看来选的是小猪 小猪是正确答案吗 我们抬头看结果 三 二 一 奶奶你是有希望的 没接住 很遗憾哪 答案选对了 好球宝 给我们解释一下正确答案 这首诗出自宋代路由的由山西村 豚 就是小猪也代指猪肉 丰收的年景 农家代客准备了丰盛的菜肴 虽都是自家喂养的鸡和小猪 但情意殷切尽其所有 包括现在有时候去一些餐厅 它那个猪肉都会用豚来代替 来 还有最后一题 请听题 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 背面都印有祖国大好河山的图案 请问下列哪个选项 没有出现在背面图案中 这五个图案看着都很熟啊 一 人民大会堂 二 天坛 三 三坛音乐 四 桂林山水 五 布达拉宫 奶奶您现金还用吗 还用 因为老人家肯定电子支付不像年轻人那么熟练 您仔细看一下这五幅图片 有四个都是人民币背面您见过的景点 但有一个 它不是人民币第五套背面当中的图案 选了天坛 好 请转身 请准备 三 二 一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哎呀 孙女不错 已经很棒了 而且宣萱抓到了一个球 所以再加一分 来 老板 也不错了 奶奶年纪大了 但是奶奶在关键的时刻 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但我相信奶奶今天应该也很开心 开心 第一件事是可以站上我们央视的 越战越勇的大舞台 另外通过今天这个小测试 看到了小孙女 确实成长了很多 对 这回奶奶回去 更有宣传 更有吹的了 对不对 第一个我得说您不容易 指示人不容易 对 谢谢奶奶 谢谢 我觉得真的 对于奶奶来讲 是一次特别难忘的经历 毕竟我们其实在捏着一把汗 奶奶已经85岁高龄了 对85岁 有一些题目 确实离她老人家的生活 很远 但是你看奶奶85岁了 依然在这个舞台上 和自己的小孙女 越战越勇 所以电视机前的我们每个人 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没错 希望奶奶越战越勇 我们也希望小朋友 在靠谱的不靠谱的爱的包裹之下 继续进步 人也挺靠谱的 人心里有谱 虽然今天有点遗憾 没有拿走更多的惊喜 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份 小礼物要送给你们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提供的一份文创产品 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 《越战越勇》 再见 好 谢谢杨范哥哥 谢谢老师 再见 再见